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這次我們試隔了三年 重新再回到這個特別大 還有不知道大家是否記憶深刻 但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一個show home 另一個項目是發展商Boffel旗下 這次是一個新開的項目 而且是一個master plan 名字叫Bassino 是一個意大利小鎮命名的項目 因為這個發展商本身都是意大利家族 而且他真的秉承了意大利的工匠精神 到整個項目裏面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我們已經沒有提及地位置夠不夠好的問題 其實去到show room裏面 大家看到所有的設計 發展商給你的offer 全部都是很有心機很特別的 我們很快跟大家說一下地位 其實這個項目是在Brandwood隔壁的一個站 叫Hodam Hodam這個站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的 但其實和Brandwood是很近的 Walking distance都可以走到的 跟大家看一看 我們平時說很多Brandwood的項目 就是Brandwood的Skytrain Station 它和Hodam之間這個距離 其實都已經有很多樓 我們就在Hodam旁邊 由Bassino walking distance 走過去都是幾分鐘而已 所以其實都是很近Skytrain 亦是避免了Brandwood這個這麼大的City Center 大家喜歡正宗大和的話可以想 亦是一個Master Plan 基本上它整塊土地上現在是沒有樓的 第一座樓就會遠離Low Heat的西藍 corner 的一個建築 這個是Tower 1 之後下一期都會有Tower 2 以及後面Low Heat的兩座 我們很簡單說一下特色 最重要就是去看看show home 因為這一座樓裡 這個發展商就很有心機 想分開出租的單位 以及希望Tower 1 是特別relevable的 知道市面上很多朋友 都不太喜歡 說有一個Rental Session 在大廈裡面 所以第一座完全是Residential 不會有出租的 出租的Portion 都會是最後兩座那邊 所以有排 另外發展商更加為了 Fulfill政府的出租要求 但又不想迫在這個項目 這個Master Plan裡面 他在Burnaby另外 再特地買一塊地 去Cater政府的要求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 發展商的用心 又是簡單說一下 整座建築 43層樓高 但它是沒有Paint House的 所以會所 設置在1樓、2樓 以及最高那一層 有很漂亮的景觀 整座建築的設計和顏色 以黑色和深木色為主 外場黑色和上面頂樓的深木色部分 會是一些金屬的材料 Aluminium 即是鋁板之類 令整座將來的變色度會很高 亦有很多大露台 你看到它的Lobby Area 會很漂亮 它會是三層層高的一個Session 讓你進去有一種很高級酒店 或者是很高級Residence的一種感覺 沿著Springler Avenue 它不會在大街上有一個Entrance 這邊再有一個Entrance 可以讓你的車停一停 旁邊也是進去Parking的Ramp 另外就是 因為很多人都會喜歡踩單車 如果不想讓單車搬進建築 或者是不方便 或者是髒了 另外還有升降機 是在下面的Locker 附近這一邊 進去內街 大家都會看到有些Amenities 會所設施 沿著Springler 也會有一些Coffee Shop 設定 大家住戶可以落到樓下 也會有些咖啡 吃一下喝一下 以往很多時候 一些發展商 當它的Sell Center 做了很久之後 它會因應不同的項目 改變Fore Plan 但改變的幅度其實不會很大 所以看起來都很遲層相識 但這次發現發展商 是為了這個項目 重新去整理 這些東西和以前 如果大家看Smith & Serra 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今天看一個叫做Edge Plan 其實有兩個Plan要看的 都是大單位 Bassano這個建築 是很針對著自住 大家可能是希望有一個 大的居住空間 或者是Down Size 需要一個大的Living Space 所以它的護形普遍大 我們首先看的是一隻 但待會還有一個更大的Fore Plan H Plan 室內面積939呎 Outdoor Space有191呎 是一個很方正的Fore Plan 我們現在和大家進去看看 門口進來這邊 每一個單位都會有一個類似 是給大家放鎖匙、充電、順量 太陽眼鏡 這個是發展商包了給你 然後走廊這邊有衣櫃 衣櫃裡面是這樣的設定 然後這邊是冷氣 不如我們直接進去廚房看看 先看看 進來是很亮眼的 這個H Plan 曾經在當年的Smith & Farrell都有 但現在是將它再升級了 可能因為搬到Brandwood 又或者可能因為發展商 覺得這隻Plan賣得好 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廚房整個位置都有窗 有一個可以開的窗 另外有兩邊很大的玻璃 所以令到大家在你煮東西吃 在這裡沖杯茶 或者是怎樣都好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很大的空間感 這個是So Far I Carry 我現在在大部份地區 我們不要說超級豪宅 在Vancouver那邊那些 即是說Bernaby、Richmond 都很少很少可以看到這樣的設計 本身單位已經很大 939所以客飯店已經很好的空間 你看到它是一個很大的L型的廚房之餘 中間還可以放一張很闊的六人桌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比較闊的走道 然後還有這一棵牆 發展商是做的 即是這些的儲物空間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台面 上下的LED燈條 這一塊的Quartz 和上面的頂櫃 它幫你maximize整個單位的空間之餘 還可以滿足大家對美的追求 因為這個發展商其實真的很細節 這個發展商本身 Bofo很著重細節 很著重美觀 它做這個showroom 因為我們去很多showroom 即是大大小小的發展商 我的感覺是 它真的不是當這個showroom這樣做的 好像當一個單位 或者可以在這裡住的感覺 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很精巧 沒有很多瑕疵 或者令你感覺很隨便的感覺 然後這邊都是一些櫃桶 當然它不是很闊的 因為它是長邊櫃偷了這個位 我們說回這個很漂亮的L-shape 還有一個特色要跟大家說 就是這張桌子可以送給大家 它是有四個選擇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可以坐下吃飯的高度 如果你覺得將來自住的話 你喜歡一家人坐下吃飯的 你可以買這張桌子 如果你是比較年輕的 我們很喜歡坐高桌子 它有一張跟這個一模一樣 但是高一點的 island size 就是好像這些台面高度的桌子 同樣地 如果你需要一個island 也可以將這一個 變成一個island 再加儲物櫃 坐少幾個人 只可以坐四五個 也有高低之分 所以有四個選擇是免費的 而且這張桌子其實是很貴的 因為你會看到 它整張桌面是quartz 然後就配一條木邊 它是兩棵很重的櫃 去承托著這張桌子 不是一個你在外面 隨便隨便 幾千元可以買到桌子 很漂亮 我們說回這一邊 這裡有兩個大窗 然後有一個可以開的窗 每一個櫥櫃 在上面 待會看另一個show room 也會看到 會有一個display櫃 這個會跟剛才的櫃櫃 一樣有上下LED燈條 有石面 quartz的石面 上面都是處門空間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淺色系 會配銀色的硬件 即手柄 然後用的電器牌子 Birdasoni 也是意大利牌子 原裝所有單位跟的 都會是gas爐頭 但大家如果喜歡用電池爐 都可以跟發展商上升級 然後兩邊都有些櫃桶 櫃桶裏面都做好了 organizer 都是金屬的 然後我們也看到這裡 裡面 有拉出來的整個架 不是很大 但也很流暢 成寵都可以的 上下兩層架 這邊是洗碗碟機 Birdasoni一樣都是 然後洗手盆下面 其實它的洗手盆 上下都可以讚 首先 上面的洗手盆都很寬 可以大家洗鍋 洗鍋都可以 另外就是這裡 還有整個拉出來的櫃桶 方便大家放東西 它都沒有節省工夫 上面 這裡 無論是這一塊 還是上面的桌面 都是quartz 不是普通灰板油漆 之後會很容易有水漬 發脹 所以大家濕的東西 是可以放上去的 它的牆身也有很多電掣 給你放不同的小型電器 下面還有櫃桶 微波爐在這邊 這個是垃圾桶 剛剛我還在想 垃圾桶去哪裡 可以放 它幫你做垃圾桶 也很大 這個尺寸其實真的對 因為有時候很多 小小小小小小小 我們看到垃圾桶 是在洗手盆下面的 其實尺寸不是很實用的 所以每天都要倒垃圾 但是如果這個尺寸 就好很多 儲物空間不夠 就用回對面 剛剛看到這些都有櫃桶 和儲物空間 還有一件事是包的 還未說 上面這一條L型的LED燈條 是包的 原裝就包在這裡 發展商都會再做一個 這個燈就不包 但都會再有一個電的rought in 你自己將來想再做吊燈 或者上面的燈都可以 全部單位都是九尺樓底 循例廚房也會有 drop down 所以廚房會低一點 終於說完廚房了 這邊就是客飯廳的位置 如果大家在這裡吃飯 中間就不用再放飯海 這邊就是一個很闊的客廳位 基本上是闊過我們大部分看到的單位 梳化後面還有的 技術是這裡才是盡頭 然後對著電視牆 我可以走多少步 七步至八步 所以很闊的空間 然後是corner unit 所以全部都是大片的玻璃 然後有一兩個可以開的窗 如果大家找這個H的plan 它的露台size都會挺大的 出來就方方正正 然後外邊的外場設計以深色為主 你看到它金屬的手柄都是黑色 連它的柱 大部分的柱都已經沒有柱在單位裡面 會儘量將柱丟出來 而且是做了黑色的 還有就是它會包含 gas pit 所以大家可以在露台上BBQ 也有一個GAS 這個是900多呎 是兩房兩次的單位 我們先和大家看看主人房 現在進來 大家看到長子木條 這些都是顯示器 不包含的 到時都會是普通的白色牆壁 特色就是 用了比較貴的窗門材料 因為大部分你很多時候看到 同一個的闊度 可能它會戒三片玻璃 玻璃小一點 視覺上沒有那麼漂亮 它這個是兩大片 這裡是一片大的 這裡是一片大的 然後下面這個可以開的窗 看看窗戶 所有的衣櫃裡面 都已經做好了 攪拌器給大家 我們這個walk-in 走進來 大家就會看到 有這些木紋 和你選擇的顏色 外面的顏色是配合的 掛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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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衫 然後下面都已經有了櫃桶 兩邊都是這樣做 進來洗手間 凡是主人房 Master Bedroom 都會有地暖 這是很棒的一件事 亦是越來越少康戶會做 這個就是一個四層的洗手間 兩個Sank 下面是櫃桶打開可以放東西 另外還有兩格小的櫃桶 然後廁所的設計 又跟廚房的檯面很相似 你看到它除了檯面可以放東西之外 它幫你做到一格 這裡又是extra的功夫 很細緻的 這邊又是quartz 有時候有些東西都可以放在上面 因為有時候這些位置很容易濕 可能有些香水和化妝品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上面也繼續有做到鏡櫃 三個 這個不是兩個 這個開不到的 兩片鏡櫃 上面還有燈條 下面有燈條 所以整組廁所加起來 在地上也有 是做得很細緻的 座廁 洗手間 這裏有個Shower Stole Shower Stole 這裏的顏色系列的磚是淡淡的 很Light Grey 很舒服的大地色 可以配上米白的磚 這裏有一個Niche 給你放的洗手水和護髮素 幫你做了一個格 即是有些蕃茄都可以放在下面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 我叫什麼 可以拿下來的花灑頭 它用的牌子 其實都是意大利很出名的牌子 通常都會在獨立屋裡面才用的 很少在condo會用 特別貴一點的 叫Jesse 這個牌子 洗手間的話 現在沒有做出來 就是主人房的座廁 到時會配一個電鍵給你 可以自己再加一個電鍵 這裏的設計 主人房就去到最裡面 另外一間客房 就會在門口進來的左手邊 這邊做空位 大家都可以放一些小櫃子 這個2nd bedroom的設計 都很實用 因為它和洗手間 2nd bathroom之間很近 這個是2nd bathroom 但是面積都大 有些廁所很小 這裡也很大 一個洗手間台面 然後一個大鏡櫃 然後兩個櫃桶 去到浴缸位的話 首先大家看到地磚 側邊 這邊是一種Style 這邊也有一個白色的磚面 有Niche 這邊就是一樣 有一個花灑頭 也可以浸浴 然後看看這個是什麼 喔 laundry H-Plan的laundry 就是搭起色的 上客衛宜店 大大大小的洗衣機 乾耳機 跟大家看看另一隻更大的Floorplan 就是這個G-Plan 很Signature Bofo的設計 大家看到室內面積有1234呎 我容易記一二三四 它是兩房間墊 或者甚至可以是三房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這麼寬的客房間位置 其實發展商可以免費送一個選擇 如果你真的需要三間房間 可以在這裡幫你選擇多間房間 你也可以就要一個這麼大的客房間 就很適合Downsizer 大家本身住在兩千多三千呎的房間 如果你需要一個大的空間就是這樣 讓大家進去看看 我剛剛關了一道門給大家看 因為發展商在show home 做了一個將來 大家收樓標準的入門位置 然後配上綠色的門 然後有旁邊的LED燈條 還有這一塊 也是quartz的入門位置 我們進來 進來之後 大家都看到我剛剛所說的 是超級闊落的 廚房已經很大了 Corno size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廚房 就是一個大L形 加一個Island 另外去到這邊 由那邊延伸到這個位置 露台位 都是客飯廳位置 所以其實不要說這麼闊 就算你將它鑑成三房 其實很多現在我們賣的 condo單位 這邊已經足夠給你擺梳化和餐桌了 它現在是再延伸了 超級奢華 我已經用luxury去表達 各位如果嫌condo不夠大的朋友 可以考慮這一隻 它超級闊 然後可以擺飯廳位 這裡有樓柱 如果大家需要三間房 發展商會免費幫你選擇這個房 大概會在這裡選擇 給大家多一間房 整個空間感就會變小了 我們帶大家看看裡面的空間 這裡就是廚房 這隻的顏色跟剛剛我們看到的 Light Color不同 這是一個深色的顏色 全部的櫃面 上面的儲物空間都是灰灰 其實它不是很黑的 不知道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其實它是一種中深度灰的儲物空間 然後它配上的quartz 這塊板就是黑色 黑色再配一些金金色的效果 然後有不同的紋 這裡有一塊果 這裡有一塊果 一樣 如果去到G-PLAN的大單位 它有更大的轉彎的Display櫃 上下有燈條 讓你放漂亮的酒 這邊是洗手盆一樣大 上面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裡面是黑色的 然後洗碗碟機放在這邊 所有的電器一樣 G-PLAN因為是整個單位最儲物空間 所以它會送這個island給大家 跟剛才那些選擇的櫃面是不同的 這個island是Waterfall的 你看到它是quartz石面 Egg shell finish 這邊和另一邊都有整個石面 可以坐到三個人 然後除此之外 它也有做到電製和燈條 下面有燈條 我們看看這邊 這個island主要是儲物空間 很實用 一格大櫃桶 其中這邊有個小櫃桶做Organizer 然後全部都是Soft Clothes 也都是意大利的櫃 然後微波爐和下面 這裡一樣 雪櫃也是大尺寸的 同樣剛剛30吋 因為這個發展商其實是做Premium product 所以無論你是買一房兩房三房的單位 它的尺寸的電器都是不會變的 全部都是30吋 就不會說小單位只有24吋 不夠用 所以即使你是單身 或者你是想不需要買超級大的 買一房加釘 也不用怕主食空間縮水 全部都有的 這個gas爐頭位 大家可以選擇免費升級 就去到induction 如果你想要環保一點的cooking 或者快一點 沒有那麼骯髒而清理 這個是induction 你不喜歡的也可以用回gas 下面是焗爐 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這邊也有個可以跟大家show 拿出來的東西 其實這個G-Plan真的很橫 它是corner unit之外超級橫 剛剛我也發現了每一塊玻璃都很大 很棒 你的視覺感會很好 跟大家分享到一件事 就是它的窗簾 現在新的city限制 因為我們的窗簾不再可以像以前那樣 拉繩子 因為怕被刺傷小朋友 或寵物 市政府已經規定一定要用這一條過 我們看到大部分 現在我們很多膠樓標準 都是一條過 拉上去 然後塞上去 很多人已經拉爛了 因為不熟悉 太大力 上面那塊膠容易整 很少發展商可以做這一種 一條是向上的 一條是向下的 極之容易使用 這個是貴一點 當然我也覺得好一點 另外它的窗簾其實是兩種顏色 向裡面的就是淺灰 向外面的就是深灰 配合大廈的顏色 我幫你塞上去 跟大家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來到整個單位最裡面的位置 跟客房分開得很遠 想走過去就知道了 很闊落 然後它是 king size 床 放了床頭櫃 這邊進去就是洗手間 如果是經過了這個衣櫃 這個設計跟剛才那兩個房間是一樣的 基本上整個洗手間的風格都是類似的 在櫃深色了 地磚深色了少少少 它的主人房跟2nd bedroom之間 實在分架得太遠了 你的小孩怎麼吵都不會吵到你 上班 如果這裡有個房間就是了 這邊還有一個 open bed area 這隻職是沒有做門的 大家將來自己可以做 或者可以做些櫃 它現在設定了做work station 大家之後可以想 這邊有一個 side by side的 washer dryer 而且可以走進去 不是說頂住的 你可以走進去 這邊有些櫃 放東西 之後就是衛兒袍 而且它是一個很深的很闊的石英板 剛剛我蓋上了兩個洗衣機乾衣機並排 大家可以在這裡摺衣服、放東西 也有儲物空間 上面還有掛衣服 有些衣服不適合乾衣服 就可以掛在這裡 也有燈在這裡 下面也是鋪了地磚 這個也是一個很實用的空間 洗手間和2nd bedroom也是很近的 老人家那些是很方便的 不用怕要走回去門口走很遠 而且2nd bedroom設計也很闊 如果你選擇了深色系的話 這些櫃也會變了深色 對了 它那個曬黑色 這裡不做黑色 這就是剛剛跟大家說的 這個牌子是很漂亮的 花灑頭 水龍頭 這些全部都是一塊 還有這個 這個掛衣服在這裡 很清晰 Cold and Hot 有時候有些地方 它完全沒有標誌 不知道轉多少圈 才轉到你想要的水溫 還有一個黑色的 放毛巾的位置 這個就是2nd bedroom 2nd bedroom也不錯 它現在設定了 queen size 我覺得比較大的 是放到 king size 因為它兩個床頭櫃很闊 有窗可以開 另外這邊也有一個closet 我們也沒看過這個closet 如果大家在房間裡面的closet 推拉門裡面也有organizer 也有這些櫃圖 有一格 它也是在溫哥華建造了很多 一個布設的製作者 它出名不是出名在於 它有多少個community 有多少大項目同時進行 而是它每一棟樓 它都是很用心去計劃的 就是由它planning 做showroom 到賣 到售後 它都很詳細的 就好像我們 我們對上一次去拍Bofo的項目 就已經是說 2021年的Smith and Farrell 這幾年 尤其是2022、2023 2022樓市很好的時候 它都沒有說 為了這個market 就馬上推出一些東西 它都是等所有東西準備好 show home全部準備好 我們剛剛和機制都在討論的 這張桌 就這樣在showroom的一個area 他做一張桌子給大家 聊天的計劃 他都想讓大家感受到這個建築 是怎樣的 這一塊石都很漂亮 打了蠟 做了很多照片 他告訴大家 這個建築 為何它會是luxury product 它的lobby 會是怎樣的 所以可以感受到發展商 是用心去做好一件事 和劃積的 如果大家說 想要細小一點 一房也有選擇 一房是由差不多600多尺開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不是target 太投資類型 想搞到這個建築 頻繁地換人 而是說 無論是需要一間房 兩間房 三間房 我都需要一個寧靜 舒適和高檔的環境去住 它的one bedroom 大家都看到很闊 one bedroom 都可以放到king size 有一個完整的飯廳 廚房位 你也可以跟發展商溝通 你想要什麼island 還是要餐桌 全部都很闊 你看到它有很多圓形 大家不用怕這些是柱 柱會是用黑色一塊 去表達出來 所以好像這個b plan 沒有剛才那麼大 902呎的兩房 它的儲存都放在外面 cd也是一房加釘的單位 都是600多尺 接近700尺 釘都很大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多個書房 也可以考慮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還有兩隻兩房 800多尺 900尺 都是很類似的 除了f plan之外 f plan是唯一一個plan 是沒有剛才說廚房對出去 是有一個大窗台和pantry 這個應該是最便宜的兩房 其實價位現在發展商是未出的 但是根據Carrie對Brandwood 這個市場的了解 AmazingBrandwood買得很貴 Oasis Concord也不便宜 Concord的兩房 800多尺 那些有view 然後都差不多到120-130多 Boffel Barsano這個項目 它是Hodam 就不是在Brandwood 但既然它裏面所有的材料 它做的所有東西都很精神 以及意大利的材料 我想價錢我猜都差不多了 應該不會差很遠 不過當然這是我猜的 現在對這個項目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做兩件事 一個可以上網站 CarriePod.com slash Bassano B-A-S-S-A-N-O 我會把所有的材料 Brosure等東西放上去 大家可以先研究一些職位 如果你是想來參觀一下這個showroom 基本上5月11日之後 已經可以過來約去看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和Carrie約過來看 你上了我的網站 對這個項目有興趣 真的想知道一些很實用的資訊 例如管理費是多少錢 看出去的景觀是怎樣 什麼時候可以約來看 實價是多少的話 都可以先登記 你登記之後 我會有什麼消息 就會聯絡給大家 要不要說話 又吃 我們還有一個 我們還有東西來 太好了 這麼多東西 好像還有一個 你還有一個魚 你點了那麼多東西 對 我們剛剛去完Bassano 就是Hodan那個站 你散步過來也好 你坐SkyTrain一站過來也好 在Brandwood的SkyTrain上面 現在終於都有中菜了 其實也有了一段時間 之前一直都沒有 全部都是西餐 現在就有黃庭 還有海底撈都開了 海底撈都開了 超級難預訂 所以我們現在先在黃庭吃了個午餐 我記得上一段影片有人留言說 兩個人吃這麼多東西 每次都overorder 我們還可以今晚 明天 後天都可以吃 這個是大溫首創 它是用叉燒來做和牛 它是用做叉燒的方法去做和牛 所以這個是叫和牛叉燒 然後這個是海捷 這個是龍蝦餃 這個是小籠包 這個是菜 我們一定要吃很多菜 這個是我現在最喜歡 它是這個 還有 對 蒸頭腩 龍躉頭腩 士汁蒸 珊瑚龐竹 每次都喜歡吃這個 有很多珊瑚龐 貓山榴槤炸 就這樣 吃了 吃哪樣才太多 龍蝦餃很大 我對這個綠色的皮有點害怕 好像有很多食素 oh no oh no 這麼大顆 然後真的有龍蝦 然後不知道 我想有些蝦 總之整塊龍蝦肉 吃 這個很好足料 真的是龍蝦肉 看到嗎 好味 還在吃這個 對 很像沙少 嗯 但是一壺牛味 是 甜不甜 它是頭腩 是 所以很滑 這次有閒不鹹 不鹹 定時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價位 珊瑚龍蝦餃 13.6 小龍蝦 小龍蝦12元 那個籃 其實這個籃很划 19元 這個叉燒很貴 40元 對 叉燒火節太貴 你看看小龍蝦那些都是12-13元 這個19元 但是那條籃很棒 然後貓山榴槤口也很貴 17元 都是昨天吃過泡妃 18元 這個是什麼來的 我金針菜麵要16元 可以回到那個竹 這個不太新鮮 當然沒有了 133元 其實不用說那麼多 是 我會剪掉 你說 那即是說不說嗎 你又說會剪 不是 有需要我會剪 沒有需要可以保留 你不要覺得你自己 可以湧入 我講話的權利 好嗎 好嗎 好嗎